杨城湖大闸蟹 这价格到底都涨在哪儿了呢 首先 杨城湖的水质好 没有污染 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蟹农们专门放黑枣 苦草 这种大闸蟹最喜欢的优质水草 吃喝结束后 杨城湖湖底 65%的硬质地面 能让大闸蟹多多锻炼 活动的多了 自然变得体格强健 蟹黄饱满 另外 不是所有从杨城湖里捞出来的蟹 都能叫杨城湖大闸蟹 无高无黄的淘汰 断了两只以上腿的淘汰 而体重不到二两的母蟹 和不到二两半的公蟹 连杨城湖大闸蟹的标签都不能贴 价格也就在十几元前 剩下的还要按照重量分个三六九等 特级蟹和二级蟹之间 体重虽然只差了一两半 可是身价是差了四五倍 第三 要把大闸蟹运到外地 包装太麻烦了 泡沫包装盒一定要厚 保温效果好 为了保鲜 泡沫箱里放一些冰袋 用固定物固定住 张牙舞爪的大闸蟹被细致地捆好 背部朝下放到箱子里防止乱动 之后在箱子上扎几个小孔来循环空气 孔不要太大 否则会让冷空气跑出来 最后才能封箱 包装好的大闸蟹最多活两到三天 所以大闸蟹在路上的运输时间 必须不能超过48小时 为此 快递公司给大闸蟹提供一个专门的运输通道 如果拿到货发现蟹死了 可是要赔偿的 好了 阳城湖大闸蟹的价格就这么一步一步高起来了 它真的比其他蟹好吃得多吗 其实有时候 价值可能不一定体现在物品本身吧 泱泱中华地大物博 要说起国宝级动物 那就肯定是大熊猫了 但人们大多只知道大熊猫蠢萌可爱 很少有人知道 大熊猫的身上隐藏着八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么你想知道吗 关注看见地理微信公众号 回复熊猫给你好看